《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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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下眼就来到最后一段了 我发音都不准了 你们好好利用这段时间 立即交给你 刚才有朋友问 打坐最好是打多久 一般 教我们的师傅 一分钟也好 只打一分钟就一分钟 我们可以了解的就是 师傅想鼓励人打坐 你平时这么忙 打一分钟就行 其实真的比没有 我听到另一个师傅 就说打坐最少要打二十分钟 原因就是 我们打坐是为了入静 一般人打坐二十分钟 是可以入到静 如果你连入静的门槛都过不了 你打是干什么呢 所以他建议 如果你有心要打 最少要打二十分钟 我是比较认同这个师傅的说法 至于说打坐是什么时候 打是最好的 我只可以说 如果以我们的门派 就是中道正座的说法 不同的师傅都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就是说明早上早上起床 散开很快 起床的时候打坐是最好的 这里我又要解释一些事情 例如我们讲求 我们身体有个中心点 那么就在这中心点点 march集中 或放松 去做一些功夫 他們寺表裡的真人就是有個信念 就是我們的生、死都是跟這點有關係 就是說當我們出生的時候 我們哭的第一聲就是由身體的中心爆發出來 然後當我們死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能量會歸回到那個中心點 然後能量離開我們的身體 就是代表我們死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睡眠睡覺 睡覺有些人覺得是某一個程度的死亡 睡覺就是子裡的師父相信 當我們睡覺的時候 我們的意識慢慢會沉到那個中心點 所以當你悶悶鬆鬆起床的時候 其實你的意識仍在這個中心點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時間馬上坐下 然後打坐的話 你會很容易涵接到進入正心的狀態 所以很多師傅都會說 早上起床打坐是最好的 就是這樣的原因 我自己打坐四年來 我也是有同樣的感覺 就是懵懵鬆鬆起床的時候 當然必須要說 就不是鬧鐘 我敢完又再打 而是你分到自然醒 然後起床 別懵鬆鬆 坐下來打坐 那種感覺是很正的 很過癮 很好 另外也有個說法 就是夜晚刻臨睡之前打坐 是一個好的打坐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日間很多事情已經發生了 到夜晚刻你所有的事情都做完 但是你不需要好像早上可能要趕上班 等等 趕頭趕命 去到夜晚的時候 臨睡你都會比較放鬆 正如我都說 打坐是什麼一回事 打坐只不過是心 和身體的放鬆 然後在裡面再講求 放鬆和集中之間的高度平衡 所以 在你臨睡之前你打坐 你是已經心無掛礙了 所以就是有一個放鬆的身體 和放鬆的心 於是這樣是比較容易入症 比較有效果 還有一般人就是打完坐 他睡覺 睡得特別好 因為打坐很多人有同樣的經驗 就是 如果你打坐 慢慢你的睡眠質素會改善 很多人失眠的人 打坐 睡眠質量都大為改善 這個是很有趣 所以很鼓勵大家 如果你有失眠的問題 就是很鼓勵大家去打坐 另外譬如說 剛才你提到 時間的問題 對 鏡頭未曾再開的時候 剛才有說過 半夜1時很陰 中午也是 中午1至2時很陰 為什麼中午1至2時很陰 不過時辰來說是極陰 太陽曬到瘋了 那時候 不是這樣算的 總之 陰時就是中午1至2時 和凌晨1至2時 絕對沒有這件事 陰時就沒有打坐 陰時會鬼門關開 我沒有特別聽過這樣的說法 首先 我想你很難見我相信 中午1時是一個激陰的時間 首先 如果你跟我說半夜1時 有沒有人有三間打坐 有 有 什麼時候都有人打坐 我有師傅是 他那次是教幾點鐘 我想應該是4點多鐘 因為 因為 是啊 如果1點鐘不能打坐 4點半鐘都不能打坐 只差2、3個鐘而已 對啊 因為 3年前 3年前 我有一個小中風 小中風 我這半邊臉 是有點麻痺的感覺 那時候我正在做真人 立即進入醫院治療了5天 後來就沒事 那5天裡面 有不同的師傅陪我過夜 有一晚我看到師傅 教宗 然後 3點多4點 就是鬧鐘一響 他就 鬧鐘都不看 立即起床 就已經被人打了 那時候我醒了 我一直坐在那裡 不知道做了什麼 我忘記了 然後 沒多久他又再睡回 所以 師傅也是半夜這樣打 所以我自己 什麼時候都打的 所以我看不到有什麼避忌 禁忌 如果在我自己身上 我常常看到1點鐘 不要打坐 但那個時候 對我來說打坐是最舒服的 是啊 還有一件事 因為都要回應 就是 剛才有一個現場的觀眾 就是問說 打坐是否可以取代 睡覺 藥物 我先睡覺 一會兒說 取代藥物 然後 因為狂躁症 你不用吃藥 其實我想說 打坐有很多好處 但打坐是不可以取代運動 打坐是不可以取代藥物 我會覺得 譬如好像我有高血壓 我一直都是 這幾年裏 我都吃著高血壓的藥物 有高血壓的藥物控制 我的血壓是非常精神的 我很重視我的血壓 因為我曾經試過少中風 那你高血壓是會引致 觀心病 心臟病 以及中風等等 如果以我的例子來說 我不覺得我可以 因為打坐 就不用吃這個 吃這個血壓丸 我也都沒有打算去做這個模擬 做這個實驗 另外 還有打坐是不可以代替 你去找一份 可以讓你戶後的工作 你打坐 但你要穩食 你都要想辦法去穩食等等 等等等等 那多人打坐有很多好處 包括 先前我有提過 你自己一個人 安住在自己的身體裏 很安住 很溫柔 還有就是 包括你在半睡半醒 飛睡飛醒之間的那種感覺 是很享受的 很過癮很享受 很平安的感覺 那包括你在打坐裏面 你可以回答到 我是誰 我為何要來到這個世界 我在現在生命的這個階段 我要做些什麼 打坐可以回答到什麼 還有 也有朋友問 我說 我打坐沒有得到什麼 那我就要說回 佛陀是一句記載 有這樣的說法 打坐我沒有得到任何 不過我失去了 貪真情 我覺得這些都是 很有趣的事情 至於你說 打坐是否可以 垂在睡眠 我不知道 我只可以說 如果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我又要打坐又要睡覺 可能你打到像達摩那樣 就什麼都可以了 打到達摩可以面壁七年 都不能死的 那就行了 但是只有達摩過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追 那些事情 可能有些人 因為這個世界無其不佑 都說不同人 有不同的恩怨 包括我都看過 在YouTube那裡 看過一個印度人 他原來不用吃東西 這個世界上有些人 但是很多為數 但是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事情 都有他的道理 但是是否代表 一定要發生在你身上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這些事情 不需要執著 你需不需要吃東西 你需不需要睡覺 我仍然覺得 跟我們學打坐有三大原則 你依據這三大原則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吃飯 可以一輩子不吃飯 但仍然感到很放鬆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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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自在 那你就不吃飯 如果你覺得 你是可以打坐 打到不睡覺的 而你又同一時間 又覺得 很放鬆 很輕鬆 很舒服 很自在 那你就不睡 沒什麼答不了 只不過你給人多點時間 那又怎樣 又不代表你會成功 就是這樣 不要 我覺得 因為我們自己打坐 就是經常強調這三個原則 在這三個原則底下 你怎樣都可以 你說多次 就是你時刻 就是在打坐的時候 就是你時刻都要感到很放鬆 很放鬆 第二就是很舒服 很舒服 第三就是很自在 我覺得其實 將打坐這方面 放在生活裡面 或者放在生命裡面 都是一樣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不需要執著 我們一定要做什麼 一定不做什麼 但是在做或者不做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時刻提醒自己 是否能夠符合三個原則 就是 你做的時候 或者不做的時候 你是不是感到很輕鬆 很舒服 很自在 我覺得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 總是背後有理由 有原因 每個人走的路也不一樣 每個人肩負的任務也不一樣 最重要去走的每一條路 都會有這三種感覺 這個也是 為什麼這個世界這麼有趣 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 每個人都有前因後果 不同的前因後果 我們上一集開始的時候 你提及過一下 即我們提及過一下 你接下來就會去這個 你約熱略路 是吧 那就會去六個國家 不是不是 這個城市是牽涉六個國家 同時進行的 是吧 這個是應該怎樣說 對 由你講 我想 講得簡單一點 我覺得 之所以我是很有興趣 去南美洲的 就是巴西 它的第二大城市 地獄熱略路 去全職做義工 去教打坐 是因為我很喜歡 教打坐 那怎麼不教香港 就是留在香港教就算了 其實我最終是會回到香港 因為我自己也有個心願 包括我 包括我的助教 Kathleen 之前都在這間 大家也有打坐 我們都覺得打坐 對香港人是很有益處的 而且是有一個很龐大的事象 有一個這樣的需要 我們很願意去填補這個空間 如果你再數遠一點的就是 我們當然是希望 以一個全職的義工的身份 去推廣打坐 去免費 去到很多地方 包括去大學 中學 小學 包括一些社團 包括一些辦公室 一些公司 等等等等 然後也包括 因為我自己是精神病人 仍然也要服藥 我覺得你這樣說好笑 你說得這麼坦蕩蕩 如果以我來說 這個病沒有得好 對不對 我仍然要服藥 那一天 我仍然都叫做有病 對不對 除非你說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有病 除非你說你糖尿病 你不用吃藥 那你就不是糖尿病人 對不對 如果你還在吃藥 那你就是一個糖尿病人 所以我不介意稱呼自己 做精神病人 我會很想是 教那些精神病人 他們打坐 那其實這些事情是有很多的功夫 那我其實甚至還要說 就是我不僅止說 在香港有這種心願 那我覺得我自己是 我的語言能力都相當之強 我廣東話的表達能力很強 我的國語也很流利 那我英文也不差 那就說我廣東話和國語 我希望是 其實我是可以服務全世界的華人 包括中國 包括台灣 東亞馬 包括海外的華人 我希望可以教他們打坐 然後 而今次我去 巴西理藥院內奴 這十個月裡面 就正好是好好訓練我的英文 用英文來打坐 將來我回來香港 我除了帶華人打坐 還可以開一個飯 就是帶華國人打坐 你知道其實 要全職義工去 免費教他們打坐 其實要有很多因緣 最合適的事情 因為我畢竟是有一個身體在 我身體有一個需要 我要吃飯 醫食住行也要錢 是的 各方面都是要錢的 所以你說 是不是有一天我可以達到我這個夢呢 我不敢說 不過我會傾向有這個信念 就是如果你本身是有一個很強烈的證念 我相信這個證念是會感動不同的人 然後有很多連鎖的反應 可能很微妙就會出現 所以如果以短期的一個目標來說 我希望其實在香港 我們有屬於自己的禪修營地 我們可以隨時在那裏搞班 隨時搞禪修營 你說十日的、二十日的 甚至一個月的 我們除了我可以教 或者有些新受訓練的人可以去教 之外 也可以請泰國的真人來教 甚至不一定是泰國的真人 可以請任何在打坐裏面 是很有高警戒的人 那他們都可以來 令到我們開難戒等等 因為你知道有地方就是不方便很多 就像你現在這個中心也是很方便 但是你要有一個中心 要有很多人力、物力、財力的一個支持 很多事情都是要說一月最後 我覺得你一定會有的 我們這裡會主都是天下來了 不是天給我又找不到 又不會有那個資金 所以我覺得心想就事成了 我自從認識了你之後 我都開始感應到某一種奇妙的力量 謝謝 因為我想說 其實究竟一件事成功 是你的努力達至它成功 因為其實天給你這個機會 你才成功 我都會經常在這兩件事裡面鬥爭 其實過往我一直是傾向 我這麼大的 因為中國人都很受孔子的影響 孔子在論語裡面說 五十而知天命 你還說論語?你不怕嗎? 人都五十歲 你知道什麼叫命運 什麼叫天命 那就是說 原來很多事情你轉過來看 不是你選擇的 是你生成這樣 而是天帶著你走 哪怕你就說 不是啊 我的性格是這樣 所以我才這樣 但你不要忘掉 你的性格在哪裡 是你爸爸媽媽 他們的爸爸媽媽 他們各自的爸媽 他們的爸爸媽媽媽媽 一大堆人傳過來 因為我自己有個兒子 我兒子三三歲 我看著他長大 很多事情都不是我 不關我的事 但肯定是跟我家族有關係 或者可能跟我家族沒有關係 可能跟我太太的家族有關係 所以就算說 說到大聲說 我的性格令到我成功 你的性格在哪裡 又不是是program了的東西 還有就是 你生在這個世界的時候 你生在哪個年代 你生在什麼的家庭 你生在什麼的社會 生在什麼的經濟狀況底下 全部已經是命定的 你怎麼可以說 你的成功 你一口咬定就是你的成功 就是靠你自己努力得回來 所以從五十歲開始 我覺得一切都是命定 我們只不過是命運的棋子 然後走一條 一早就已經安排了 那當然我們不知道明天的條路是怎樣 我不知道上天的安排是怎樣 所以我今時今日 我要更加努力 是吧 就是我不同的所謂宿命論 那些人覺得 天都有安排 反正天都會跌下來的 有些事情 不用動了 我不是那些 而是我會覺得 只是因為我 我更加努力去奮盡 因為我不知道明天的情況是怎樣 但是由這一個星期以來 因為之前又跟你通電話 然後前天就來交打坐 現在又跟你一起坐在那裡 前面有一大堆人 三千個而已 是吧 好像你數漏了 是吧 我看到四千 四千 四千加為監製四千零一 OK 可能這個是準的 那我就看到另一種的力量 就是個人的心念的轉移 還有個人的 Marketing和Promotion的能力 是可以轉化 將很多東西有一些很明瞭的轉化 那這件事是我覺得 我需要在你身上學習 哇 你這樣說真的太客氣了 因為太多所謂修行人 我都叫修行人 真的這樣說 其實我不喜歡這樣稱呼自己 在這個世界上 有誰不是修行人 每人都在他身邊學習 特別這個時段 特別現在這個時段 那我就是 是吧 就是 我覺得 很多的修行人都是很窮 要過一些很窮的日子 然後修行 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一定要這樣 修行人都可以在物質生活上很腐足 然後他精神的世界都可以很腐足 然後他可以把精神的腐足 和物質的腐足 然後帶給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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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令到更加多人的心 是更加暢和更加開心 對吧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我以後走的 其中一個新的方法 這個是我受你看法 哇 在你身上學習的 那好吧 說實話 洪潮峰和林敏儀呢 就會在這個下個月的這個 3月8號 9號 和9號 就會在這個藝水會呢 有這個concert的 這樣 門票呢 只是250元而已 實在太划算了 這樣 那就可以在這個藝水會裡 買到票了 還有還有什麼門路 還有一些門路 對 例如我們讀書會 可以跟我們報名 我們一次過買票 OK 祝你呢 是不是叫大鑊成功 大鑊成功 挺好的 我挺喜歡這個 大鑊 是不是 是這麼說 我們中文很有限公司 總之很成功 爆到什麼是這樣的 好 OK 非常之多謝洪潮峰上來 接受兩次的訪問 我們給他一點掌聲 我臨前再說 因為我自己很近距離 就是在林阿姨的旁邊 聽她做chanting 所以我就是唱作 她是很厲害 她很厲害 她也是另外一個很厲害 她是可以透過她的聲音 帶你去到洪荒世界 然後你有一種 就是紅旗壯闊的感覺 在你心裡 所以你兩個加起來 我覺得真的是 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 會不會出CD 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當然會出 那個是永續收入 嗯 我覺得我自己的心經 不要說其他 我覺得我自己的心經 就是 根據某些人說 他感人的地方 是有一種的慈悲 其實這種的慈悲 他就是以正心做一個基礎 無論怎樣也好 你講完是不想錢的 我們是想錢 你出了CD 可能以後之後 所有的機票都不用出了 OK 不斷在那裡賣 那些人就會 很厲害的 你有沒有去到 沒有啊 不要緊要去買CD 然後不用想 我們今天很特別 我們還有這個 After the show 我們請到洪潮峰的座教 Catherine她已經坐在那裡了 等一下她會教我們 怎樣打坐她 腳放在哪裡 放在髮去後面 還是在前面 你有沒有手印 怎樣 Catherine就會慢慢教我們 OK 那我們真的要說拜拜了 拜拜 拜拜